大家好,我现在开始介绍第三个系列组合 第三个系列组合我是用过去服装设计的软雕 就是硬雕出有木味的服装系列 就是这一席艺术大餐里边 比方说有美国密雪儿的晚礼服 这有英国model 最主要的是除了这三个彩色的系列之外 我这个刻的是我们台湾的国际大奖的古佑文的始装 它原本是一个好像针织的毛衣 我用木头给它上行色彩 就是以木而至的古佑文的国际获奖的作品 以宣传我们的台湾之光 另外就是我比较喜欢的这个韵味流畅的 像这个印度服装啦 再就是那个美国那个自由女神 这一类的时装 就是说用它的韵味和视觉的美 给人民就是一个艺术享受吧 另外就是还有一些天开人间 像这个发型就是我把这个树根给倒过来 那个树根的那种飞扬 就是深入抓在地底下的那种深入 我给它变成飞扬的发型 所以看人间寓意就是 不过我们人间是美丽与哀愁 就是说我们人生如书如梦也好 千古悠悠也好 她用她的天眼来看我们人间 就是也是看人间的天三苦辣也好 悲喜忧愁也好 另外这个我是利用这个 也是一个很沧桑的木头 给她磕 也是说有一种怎么说 有一种出世之感 好像很纯净的一个女郎 站在山的另外一边 或者在山洞里边 向外看世界 也是看人间 这个系列组合当中 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祈祷 就是用这个海边 叫小海式的 就是很沧桑的木头吧 可是刻出来里边非常的像 就是用这个很千净的 那种表情也好 那种手势也好 就是祈祷 祝福我们每一个平安的日子 这是我的系列时尚 大概的情景 希望大家能喜欢 谢谢大家